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昨天為何沒有影片出 實情我自己也是激到吐血 大家如果有看直播都會知道 我們的直播畫面周時都會定格 為何呢? 就是因為連接攝影機和電腦的盒子出了問題 昨天左攪右攪 最後攪到好東西才弄回 所以就出不及片段了 希望今天就醒醒定定吧 說回昨天 有一宗消息一出來之後 就馬上引來市民的強烈反彈 特區政府的關愛基金宣布 要向所謂低收入家庭新來港定居人士 一次過發放1萬元的津貼 把名詞撒有介事 新移民就新移民吧 現在就是要派錢給新移民 說得清清楚楚 弄個水蛇春這麼長的名字 好了 又是預計有20萬3千人合資格 涉及超過21億港元 其實市民的強烈反彈 絕對是可以理解的 首先來說 特區政府對於新來港人士真的夠闊老 全世界都找不到另一個地方的政府 可以對新移民照顧周到的 你說到3月31日之前 拿單程證來港定居未滿7年 並且通過所謂的經濟審查 就已經是可以拿錢了 分分鐘這些人來到香港 工都未曾找到 現在經濟下行 這些人競爭能力又不是很高 這樣已經是可以拿錢了 交稅都未交過一元 就已經是可以享受福利 這個已經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這個所謂的經濟審查 就以入息限額來計算 一人的住戶入息 就不超過一萬五千一百元 四人的住戶入息 就不超過三萬三千五百元 實際上有很多本地人 就算在打工的 那個收入都不超過你現在的入息限額 你有沒有針對式 向本地低收入的家庭派錢 是不是 香港人每人派一筆 新移民也每人派一筆 就算說全世界最闊老的澳門街政府 對於非永久性居民派錢 他也是打了個折頭 大區政府是不是喪 本地居民派一萬 新移民派一萬 究竟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的區別 在哪裏呢 加上你搞得差不多一模一樣 不如那些人一下來 你就送一張永久性身份證給他吧 再來一個問題 就是原來這個項目 沒有經過投標的程序 就判了給中銀來做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提到 是由於希望縮短時間 所以就沒有進行投標程序 而中銀呢 就是擁有最多分行的銀行 由一間銀行來安排 就會較為簡單快捷 不需要和其他銀行對接的系統 否則又可能會用多幾個月時間 才搞得到 實質疑你這個原因根本上是藉口 是堂詞 如果你這個說法是講得通的話 你以後進行任何項目 都不需要進行投標程序 因為你要縮短時間 你要簡單快捷 那你就可以隨便一間銀行 你還用不經過所謂的程序 以後也不需要 你現在是大條道理 不過大家如果記得 在今年年初 特區政府說要在全球採購口罩的時候 他們還說要投標 為何那時候 你羅志光局長又不搬這些藉口出來 為何不需要縮短時間 為何不需要簡單快捷 現在派錢給新移民就要 比起在年初採購口罩更加自由迫設性 你這些標準 市民服不服 你現在是 你現在做什麼都行 官到無求膽自帶 但你標準也要一致一點才行 三四年前你派四千元的時候 又不見你有一個特區政府的官員走出來說 要希望縮短時間 說要安排簡單快捷 那時候派四千元 當市民好像是狗一樣 網上填表不行 又說要交實體表格寄回去 然後又要提交這個證明 然後還要審幾個月 再要在那塊錢七除八扣 所以市民有強烈的反彈 絕對是正常的 然後羅志光又說到 說中銀在每中成功的申請個案 是可以獲得一百五十元的行政費 那你金湯就是名益他 不需要投標程序 好了 還有他就說已經安排了一批臨時的工作人員 處理審批的工作 大約需要一億元去做行政開支 那真是好笑 你派都是派二十一億 你這個行政開支就已經是一億 就是告訴別人 你的行政開支是百分之五的 你這些什麼行政開支啊 大哥 是不是啊 你這些錢是不是這樣花 是不是浪費公帑啊 之前做的什麼毛利頭檢測又花五億 現在你派錢給新移民又花一億 海洋公園又不知花多少 你特區政府既然有這麼多錢拿去 下花在一些很無謂的地方 你不如就對本地居民再派多一次錢好不好 喂 那些錢呢 如果是你羅志光或者林鄭月娥的荷包 出來派給新移民 喂 你喜歡派多少都可以 等同於林鄭月娥在2017年 在沙田排頭村那裡 給了五個水的大老黑衣一樣 喂 那些錢是你的 你喜歡派了他都可以的 不關人事 喂 現在你派的錢 喂 全部都是公帑來的 是納稅人的錢來的 家人先來特區政府 左母右母 左支右撮 啊 走去花在那些冤枉的地方 與其是這樣花錢 不如你還富於民眾好了 派多次錢給香港永久姓居民眾好了 搞那麼多無謂的事情 為什麼你看見眼淵了 喂 這些無謂的事情又花一億 對不對 現在又跟人說香港有多少錢財赤 關人屁事嗎 對吧 你要市民真正感受到你的援助才行 一味就整班廢官容官在冷氣房裡閉門造居 想起那些政策措施出來 啊 離地的 什麼防疫基金 你只是益那個老闆有屁用嗎 對吧 究竟那些員工那些伙計 能不能夠分享到成果 你特區政府有沒有出力去監察 啊 以前澳門街政府說要派錢 你特區政府那些高級官員就走出來說 哎呀 派錢是不長久的 派錢是不可以持續的 啊 諸多事實 諸多借口 啊 好像看不起人 喂 那時候全世界都派錢了 是不是啊 你特區政府自己都派一份 早十年八年都還有些愚蠢市民 去幫你特區政府說好說話 又說那些錢不是應該拿來派的 那些錢不派就可以拿來建公屋 可以搞社會福利 搞教育 喂 十年過去了 這班人真是無地自容才對 是不是啊 反對派錢你說多麼愚蠢 教育教了什麼出來 國民教育 國情教育 那些錢不派就是什麼 請警察 是不是啊 買你那些什麼音波供 水炮車 是不是啊 開OT 然後怎樣 這個公屋 排不排到你 社會福利 輪到你 所以最好的辦法是什麼 就是派錢 派錢就能夠令到每一個市民都受惠 最好的辦法 根本上你特區政府的財政儲備和外匯儲備 加起來 就盤滿盤滿的 可以應付到派錢之餘 還可以做些市民要求你想做的東西 什麼房屋啊 福利啊 各樣的東西 是看你做不做的嘛 所以你派錢就是最好的辦法 是不用爭辯的 現在越來越多市民都支持啦 為什麼呢 就是知道你特區政府無能了嘛 現在說反對派錢的聲音都少了很多 小聲了很多 一說出來就被人刺激 還反對派錢 還反對派錢 你看到特區政府這樣洗錢 你還怎樣反對呢 那些錢不派 他都拿去買催淚彈的啦 好了 接著就說說另一件事了 就是在今年的頭七個月 活領BNO的數字 有五萬八千三百三十五本 去年是多少呢 去年就是超過首一萬本的 今年似乎的數字差不多 是不是 不是 因為四月份的時候 由於英國的疫情大爆發 所以就只是批了一百九十六本 所以算起來的數字 其實今年肯定會超過去年 尤其是在港區國安法公佈前後 很多市民就馬上去買保險 那時候還未公佈五加一 很多市民就去寄速遞 寄油局 找人附簽 或者寄到英國 逐兩回這本 而且很多人都還在等 還未收到 所以今年的數字一定是很厲害 尤其是英國公佈五加一方案以後 又多一派人去換 所以這就是非常誠實的數字 這個BNO換領人數 其實就是有一批市民用錢 來對你特區政府也好 建制派也好 投了一個不信任票 好了 這一節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